主日三分鐘,聖三主日 教會在聖神降臨節後的主日,慶祝天主聖三節。 目的在於邀請普世基督徒,一起以感恩的心,來回顧在歷史之中已經完成的救贖奧積。 天主聖父,藉著聖子在聖神的共融之中施予人類的救贖功程。 天主聖三節所紀念和慶祝的核心,並不是一個耶穌在世上生活的事件,而是教會有關天主內在本質所肯定的一個信仰教導。 以一個節的產生,他的歷史背景是有關基督論和天主論的神學爭議。 在第四世紀之中,著名的阿略二端,過度強調嚴格的一神主義。 他主張天主子,不能被視為與天主一樣。 教會面對一個挑戰,根據聖經的整體啟示,肯定天主父、子和聖神是三個不同位格,但卻是同一個天主。 並運用希臘哲學的概念,將這個信仰內涵,綜合表達成三位一體的信理。 於是,許多不同地方的教會,就開始慶祝這個慶節了。 但是,直到主歷一千三百三十四年,才由教宗若望二十二世,定為普世教會,共同慶祝的節日。 教會信仰的根源,是天主三位一體。 教會每一個成員,在領洗入教的時候,都必須宣誓,對天主聖父、聖子和聖神的信仰。 保錄中途,向格林多人問候和祝福時,就是這樣說的。 願天父的慈愛,基督的聖寵,聖神的共融,與你們同在。 而今日,我們教會亦採用同一句說話,作為尼薩聖制的開場問候語。 天主啟示祂的三位一體的道理。 普世教會要你作出四點結論。 第一點,天主聖三的奧積,是基督信徒信仰和生活的中心奧積。 只有天主啟示給人,祂是聖父、聖子、聖神三位一體的天主, 人才能夠認識這個天主聖三的奧義。 第二點,天主聖子的降生為人,啟示了天主是永生的聖父,而聖子則與聖父同性同體。 第三點,聖父因聖子之名,以及聖子從父那裡所派遣而來的聖神的使命。 啟示我們,聖神與聖父和聖子是同一個天主。 祂與聖父、聖子同受陰崇,同享光榮。 而第四點,聖神原是法治聖父,但因聖父將自己永恆的一切亦都賜給聖子。 所以,聖神就由聖父和聖子所共發。 據說,大神學家聖奧斯定,亦都想了解天主聖三的真理。 很可惜,祂阻師又想,始終無法完全去了解。 某一日,祂獨自在海邊沉屍,見到一個小孩子正拿著一隻水桶。 這個小朋友想將海水倒入沙灘上的一個小洞。 一心想將這個小洞灌滿,但水永遠倒不滿。聖人足景生情,忽然想起天主的奧積。 原來亦都是一個無底的洞。 以人類有限的人性,又怎能夠了解無限的神聖呢?